Next part in will you turn to page 193 93 Ok So we have lesson 42 一起来看第42课 第42课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上一遍当中的第二题 第二题首先我们在这里面 什么内容我都不想说 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条 就是我们ABCD所有的选择答案当中的 第一个单词都是 by 第二个单词都是doing 是吗 那所以今天在这里面就请大家记下来一个结构 by by doing 我们如果那天叫by有多少种意思 by可以表示by train 叫什么火车 乘火车 好然后我们会有这个叫by the river by the river 叫他走路在哪走呢 by the river 在河边 by means在什么旁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三十七课还学了一个单词叫by the end of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叫做 到什么什么时候为止 事实上理解为在那个时间段之前 this is by 而我们今天这里面居然用by叫doing 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好了by doing 方为通过做模式 方为通过某种方式 他这么解释 by doing 通过某种方式或者直接方为通过做模式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的是什么呢 我常常是我通过给他献花来表达我对他的尊重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上就表示我表达我的尊重 怎么样来表达我的尊重的通过给他花 right 所以我就会说 I show him my respect I show somebody something 给某人看嘛 I show him 我给他看 my respect 我的这个尊重 怎么样来通过来给他看我的尊重的呢 by by 给他献花怎么说 by 不用giving 因为give这个词给你感觉你们两个之间好像很平级 甚至就是一种 给你吧 就这种意思 所以一般会说 by sending him 对不对 我们会用send这个词 by sending him flowers right 好 那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用by doing 叫做通过某种方式 then let's go on 好 那么第二题我们就点到为止 这个结构你记住就可以了 and then number three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第三题 第三题属于我们典型的超纲题 第三题应该要等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都已经上了50多课 我们才能明白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 所以首先我们今天一起提前看一下 我们说反正大家有通过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说 哎呀 我记不住 记不住也没关系 反正就像我们曾经有一个老师说 哎呀 我们现在给他很多的东西 如果他记不住的话 对他至少有一个好处 混个眼熟 就是看看这个东西 哎 曾经见过 然后什么意思不知 然后再说的时候 你就会很自责 哎呀 我说过我都不记得 证明我很 我很finish 对不对 那下次要记录 所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概念 首先今天我们来的A答案叫so to 首先要明白so to是不存在的 只有so as to so as to and we stop and we stop at square so to 而在于要使用什么词 so as to就对 then second one be in order in order just remember just remember order means 秩序 in order 表示在秩序当中 所以我们把这个in order 是一个 discipline 理解为有秩序的 有秩序的 整洁的 整齐的 something like tidy 有点像我们曾经说过的一个词叫tidy 所以我们常常说 让你的房间保持整洁 叫做keep your room 以前都叫keep your room tidy 现在我可以直接说keep your room 使你的房间保持怎么样 in order under under in order means 保持整洁 保持整齐 但是in order这个词后面不能加东西 一旦加了东西 它词意就变了 所以我们喜欢加哪两个词呢 in order to in order that 我们常常在in order的后面会加to 会加that 那么现在这两个结果 大家看到to之后 你会想到to的后面会加什么 动词什么 圆形 而that的后面会加动词圆形吗 会加一个从句 对不对 好 那因此我们说 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会说in order表示有秩序 但是in order to in order that 都翻为为了 所以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 也就是说这是第一种 表示这个目的的方式 to do something 为了做什么事 不定是 第二种表达方式 so as to do 第三种叫in order to do 第四种叫in order that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要想表示这个目的的 有哪几个词呢 首先我们说 A对不对 不对 B对不对 不对 C对不对 有可能 D对不对 有可能 现在在C跟D当中 which one D 为什么不选C 好 后面是have a rest 是动词 但是如果我们是dap的话 后面叫句子 而这句话当中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主语 如果前面要说某某人have a rest 那就一定是C OK 从this is number three 好 那么第三题 接着我们来看 number seven 第七题 第七题说 it couldn't hea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ian music and jazz it 下面来看几个 这样的几个表达方式 什么叫couldn't couldn't的概念就什么 就不能 没有能力做 对不对 好 那下面来看 A might not do you know 什么叫might not might的方位 可能 might not 方位 不叫不可能 就可能不 不叫不可能 就可能不 那么有同学说 不可能跟可能不 没区别吧 有没有区别 有 那么所以常常会说的是 那个人是Lucy吗 不可能是Lucy 表示的是 那个人跟Lucy没有关系 对不对 如果说那人可能不是Lucy 那的概念就是 也有可能是 所以我们的 might not means 可能不 而那反过来 我们就知道了 那may not呢 也是可能不 因为might和might 只有过去是 和现在是的之分嘛 所以他们也放为可能不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 那他等不等于count 等不等于couldn't 都不等于 现在我们来看c mustn't mustn't means mustn't means不什么 叫不准 好 那么所以我们说 他不可能说 那个东西不准 那么最后只剩下一种可能性 就是d be able to be able to means 能够 was not able to 就是能够还是不能够 不能够 方位不能够 this is number seven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七题 ok then we can come to the grammar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语法精髓 好多天没有看语法精髓了 现在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面临的语法精髓是哪个呢 turn to page seventeen 放到第十七页 page seventeen and we have we have the expression about nones 我们今天要看关于这个名词的表达方式 我们早在这个第一单元我们就说名词所有的内容都在第一单元解除了 名词我们有名词所有歌 我们有名词修饰名词 我们有名词的有一种叫什么所属歌 双重属歌 都是第一单元的 好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像测试今天的第一小题 我估计大家都没做 所以没做就能考出我们大家的硬试反应了 我们现在就这一部分我们把它作为硬试反应 什么叫硬试反应 就是专门为了考试来用的 那么因此大家看第一个 Julie went to the summer to buy a pair of shoes 什么有ABCD一看就知道是鞋垫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上次说会有哪个C 因为表示什么什么上面一定是单数修饰shop和stow and number two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就 as a safety precaution all city cab drivers cap drivers means taxi drivers 知道吗 什么叫cap driver 美国人称taxi driver为cap driver cap 所有的那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 carry only enough money to make change for什么 for什么 a bill bill means纸币 为什么一个呢 它现在很明显在这里面都是一个十美元的纸币 是不是 那么市场在这里面就是强调面额了 一 我 那 我 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